社区居民专心听着台上解说人员的宣导 这是由蒲里茄东社区发展协会 举办的河川生态富裕工作研习及进行活动 判透过宣导认识河川保育的重要性 进行的工作是本会每年都会举办 陈述四次发动我们的新手队员来重塑这个工作 先换起一般的民众 能注意河川生态的保育 今天我们动员了三十几个人 期望我们的证明 你都说不要乱丢 就是爱护我们的河川 在宣导过后 社区便带着民众到溪流进行静息工作 将周遭的垃圾清除干净 及其特有生物研究中心 也带着他们的团队进行河川穿越线的调查 彻底了解河川整个状况 现在现场我们同仁正在做的测量工作 或是穿越线的调查 一个穿越线调查我们可以了解到 现场的平均水深 平均流速 还有平均流量 其实这个地方的 我们这个样区里面 它的那个底子石头 力尽的组成大小是多少 这是我们刚刚现在正在通人 正在做的穿越线的调查 透过这个调查 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里的 鱼类的生物装心 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 议员廖志诚特别关心此议题 也到场与民众一同聆听 并呼吁社会大众们 处理垃圾石要分类 切勿乱丢垃圾危害环境 也肯定此活动的办理 希望引起民众 对环境卫生的重视 在这里要向我们所有的社会大众 就是说自己的本事 自己要好好做一个分类 不要黑白丹来违补我们的这个环境 在是轻定我们的 河川生态保护社会 对我们大伯理区的贡献 而且他们这个带头是 做的用来 可以引起我们所有社会大众 大家对我们的环境卫生的这个重视 铺利以好山好水闻名 副理长潘耶权表示 要让自然生态永续保存 需要透过大家共同的维护 呼吁民众重视这块土地与家园 尽到全民爱护大自然的义务 民意新闻蔡颖杰 普理采访报导